中華三宗 願作先 願主彼詩 有世界健康 定位無前前 願望台灣英明 生世風的大愛心 永恆台灣今後 世界今後明 那另外一個就是什麼 待救心理的引發 待救 不努力工作啊 想人家 你看 如果你坐高鐵出來台北火車站 有很多好手好腳的就趴在地上 弄一個丸 在那邊看看 比如說丟幾塊錢 我不是說你去找工作是可以啊 你不能這樣騙取人家的同情心 當然我們還是有同情心 有時候給丟個五十塊 三十塊 我覺得這種騙取社會的同情啊 這個施捨我覺得不好 甚至於有些偽裝啊 殘廢啊 那另外一個就是什麼 求生心理的墮落 求生心理的墮落 遇到挫折 好像覺得活不下去了 青森等等等等就產生了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我們常見的 從報導當中 所以這些不恰當的行為裡面 產生了什麼 對傳宗接代 這個觀念的反動 年輕人不願意結婚啊 如果結婚了不生小孩啊 所以現在什麼 少子化 少生理化 台灣的人口越來越少 不只是台灣啦 像日本也是很嚴重啊 這個年輕人歐美一樣 那另外一個是什麼 對不老而獲的行為 不效尤 他沒有工作 用什麼 他一下他什麼 這個這很有錢 也希望就是說 不流汗流血 就可以輕易要想發財 現在台灣最流行的 要發大財 有些人就不努力去工作 那怎麼去發財呢 所以這也是一個現象 那對不老而獲啊 行為的效尤等等 還有巧取強奪的這個向往 就搶劫啦 誘拐啦 詐騙等等的 那還有對色情刺激的這個追求 那所以這些病態 尤其當前我們國家的這個處境啊 剛剛那個蔣教授提到 內憂外患 日趨混亂 政府啊 我覺得更應該是 嚴訪社會的腐化跟外風 而這些就導致了什麼 這個社會的 道德的墮落 生活的混亂嘛 犯罪的增加 真的是值得我們去重視啊 那我覺得怎麼樣去 至少這個我剛前面談到了 也許我個人呢 也許我個人呢 不只是偏見了 我覺得從這幾年來 那麼在研讀 鬼谷 鬼谷子的全體 很有感觸 所以也許可以從鬼谷子啊 這個裡邊啊 我們來這個想獲得他的大智慧 對我們個人也好 對社會對國家的進步發展 應該會有幫助的 那剛剛講的 鬼谷子這個書有三卷 有上中下 那麼當然這裡邊也在講述啊 怎麼逃避這個 所應該遵守的原則跟 遊說的技巧 這是上中兩卷 那麼下卷裡面就種在什麼 遊說本身者應該要有的 內在的精神涵養跟修煉 所以我們從這些啊 也可以去歸納 我個人就想 是不是可以歸納出這個鬼谷子 那麼它的一個思想的這個要略 所以其實你就看看 如果說這個鬼谷子這個書 其實各篇的要語 充分顯現 它高超的智慧 也是一部 因為它是也可以說 縱橫家 儒家 兵家 道家 法家 墨家 陰陽家的思想 把它融合為一路的一個理論的大作 也真的是一個我們中華文化裡面 很重要的典籍之一啊 內容博大精深 雖然它以謀略為主 著重在實際的方法 尤其它善於什麼 探索人的心理的特征 和心理活動的這個規律啊 所以 那麼在這個部分 的的確確 如果我們能夠善加 應用 去了解 探索人的心理特征 跟心理的活動 我想這一些 心為要義 大概都可以從鬼谷子的全書裡面 各位仔細可以去體會 可以去體會 那麼大家也知道 今天台灣什麼 正處在一個轉型的形態 那有人說要從現代 跑到後現代了 問題很多 人民的生活 的確很苦悶 社會的規範也迷失了 那價值觀念 也是一樣 越來越淡薄 所以人際的思緣啊 這個疏遠 所以我們急著要找 先勝先賢的大智者的 來為我們指點迷津 所以指引 未來人生與社會發展的 正確的方向 破除當前社會的困頓 跟人生的迷惘 所以我個人覺得 《鬼谷子》的書裡邊 這個其實真的蕴含著許多 這個有關人生 政治與社會的大道理 做人做事的經意 所以《鬼谷子》的大智慧 其實孕育著超越時代的哲理 不止古代 到現在還可以超越 那歷久明星 期待我們細心地去挖掘 那麼所謂說理不在凡啊 明百為真啊 法不在多 有用就行 所以我們也很希望真的是 這個陳如剛剛會長提到 將來兩岸的這個交流 學者專家 更需要這個加強 那我相信這樣的 會慢慢大家共同 在這個弘揚《鬼谷子》的思想 那麼從他的這個大智慧 來開發開啟人生的心結 就可以解決社會的難題 進而呢比喻於個人 在快速變化當中的 能夠怎麼樣來安生立命 來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 那麼驅散政治的迷雾啊 進而使國家能夠更安定 社會更和平 我想這個也是什麼 我們這個婚姻禪師 我們這個一直希望在追求的 透過《鬼谷子》的大智慧 那麼來影響人心 甚至其他的國家 那麼能夠不但讓我們國家安定 也可以讓世界更加的和平啊 那我想這個 我想我們尊敬的婚姻禪師 也得到了鬼谷先師他的開示跟啟發嘛 所以也創立了台灣維新聖教啊 來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這個宏願 發揚意經生生不息的這個哲理 那麼積極從事化解古往今來人間的仇怨 致力宣揚推動促進世界和平的這個偉業 所以我想在這方面 的確確很值得我們尊敬 值得我們這個來笑話 所以婚姻禪師也進一步說 怎麼更能夠弘揚這鬼谷子的思想 擴大影響的層面 所以大家也知道 成立了維新聖教 這個南天文化院廣結各領域的學術精英 這個社會賢達 這個 這個來努力啊 來這一方面 這個來盡力 那麼我想呢 這個 那麼從這裡邊 其實 那鬼啦 鬼谷子思想的要義啊 我就在這個書面裡面 可以提到大概只有幾個吧 還是以人為本 涵養人性 第二要誓隨十遍 隨道而行 要省度全貌 衡量人才 做事留有餘地 這個旋轉就會自如啊 所以你不用把事情做絕了 還是要有餘地吧 所以剛剛這個 蔣教授也特別提到 這個部分 那我覺得 也值得我們去重視跟關心 那我想呢這個 我這裡邊雖然提到說 人文精神的一些 一些假設啦 那因為 人文教育 它重要是要 啟發 我們現代人 這個人文的這個精神 它的哲學基礎 就是人文主義的這個教育 我想 大家也很清楚 那人文主義是什麼 就是人的教育 我們今天 教育真的沒有把人教好 在學校裡面 大概就重視啊 你有沒有考一百分啊 他的行為品德好不好 事物不太管 從小學 中學 甚至到大學 所以我覺得 值得我們去呼籲了 因為 這個部分啊 一定確認你要 要能夠成為這個人的 你說教育是教人成為人 怎麼樣人 成為一個人的社會 而如果人不是人的這個社會裡面 那不是就動物跟禽獸一樣嗎 所以它的一些 這個基本的假設 各位看看就好了 我也不必再去多說 那其實我要講的就是說 這個鬼谷的這個思想 這個內涵很豐 它的思想核心 我剛剛好像提到 就在皆是從修心修口 修靈開始 並且依照百合揣摩的理念來行之 強調什麼 以人為本 一定是要以人為本 涵養心性 以維護 人類的尊嚴 提升人類的價值 回歸到人文的思維 那麼共同來謀解決 社會的脫序 價值的崩壞 的社會問題 那這一當前的人文教育的 一個新的境界 所強調的核心精神 為中心 以人為中心 是不 不謀而合的 所以我們從這裡邊 大概就可以去理解了 其實教育的本質是什麼 我想在座各位也蠻清楚 就是一種價值的引導 跟創造的過程 價值的引導跟創造的過程 而教育的目的就是發展 積極向善的人性 培養它道德理想的人格 來增進人生的幸福跟安寧 所以如果在當今 這個知識經濟的時代 經濟的增長 雖然有賴知識的進步 創新的能力 可是知識的獲得 你怎麼獲得知識 雖然一方面靠學校教育 可是那另一方面呢 就靠個人自我學習來獲得 而其實鬼谷子 它的大智慧 強調這種就學習的活動 要重視人性的完整 人生的價值跟人際的和諧 所以因此一個國家 如果能夠大量投資教育 那麼也就能夠創造 創建社會美好的未來 所以這個 我們從這裡邊 大概也可以去了解 那麼我想簡單做一個結論吧 那個人文教育 它強調的是什麼 雖然強調個人獨特發展 重視人性的完整 以及自我成長跟充實 那其實呢就加強人文教育 具有什麼 道德價值的導向作用 那麼來充實自我的生活 肯定生活的價值 來促進人際的和諧 因為人際的和諧 其實就可以增進什麼 人類的幸福 進行謀求社會秩序的祥和安定 以其世界和平的理想的境界 可以找入到來 那當然那個和平 不是一觸就可及的了 因為那個西方一個大 偉大的一個教育家 這個叫Communus 他認為沒有和平 教育就沒有未來 所以未來增進各國的相互了解 國際的組織也好 或是什麼 大家都彼此啊 比如說現在國際性的交流活動 包括學生 老師 藝術家 科學家 來加以徹底的實施 就誇域 誇界的這個方法 來了解各國的政治 經濟 歷史 文化 哲學 有效可以避免什麼 各國的對立跟衝突 那我想這也就是鬼谷先師啊 所提示要敬天閩人 包容異己思想的體現 所以我想這些啊 都是在鬼谷 鬼谷他的這個思想裡面 會充分地去流露了 那麼希望各位啊 這個閒事同修能夠 有多一點時間 看看這個鬼谷 他的全體應該會得到 這個很高的智慧 祝福大家 謝謝 謝謝楊校長 我們這麼多的校長 這麼多的院長 教授 朋友啊 他們都有一件事情 是這樣做出來的 什麼事情呢 就是他們都是應我之邀啊 應我之拜託 也可以說應我之 這個催促呢 他們各自的專長各不同 但是他們都同樣 很少幾乎沒有 接觸鬼谷子的原來的著作 是我請江執行長呢 去採購了這個 我們台灣的這本 還有大陸的方教授的 一個小燈虎的 一個是黃立宗教授 他們的兩本 我認為在台灣跟大陸 最具有代表性的兩本著作 那就請他們 他們就去看 就去看這本書 結果各位 剛剛我們楊先生說的 假如你去看的話 你也可以或者是跟他一樣 或者超越他 來把鬼谷子的爭議 用在你所認為 你所熟悉的各領域當中 比如說當校長的 我請他們說 你請把鬼谷子的理念 用在大學的治理上 用在學校的行政管理上 在校務運作上 有的他們是專長 人力資源訓練的人 他們就用在這個 人力資源訓練 有的人用在 在兩岸的這個管理上 施教授原來在上一期裡頭 寫來一篇文章 用的鬼谷子的底細篇 就是有縫隙 他研究中國大陸的問題專家 在大陸之所以 共產黨跟國民黨 在打仗的時候 為什麼到處都是吃敗仗呢 因為老早 共產黨老早都把這個 所謂的最重要的 最有影響力的這個人 放在那個司令官的身邊 當他的記號秘書 當他的特別助理 所以還沒打仗 人家消息都已經清楚了 他研究的歸納下來 當時的 所以他本來是寫他們的 這個所謂的戰術 我甚至給人家說 我們比較敏感一點 我們寫中共的正式 政治 正式 正式怎麼用 把鬼谷子的這套東西 怎麼用在這個上頭 那你可以用在好的一面 那也可以用在某種比較 所謂一個計謀的一面 那總而言之 我請這個高雄醫學大學的 醫學大學的這個 中國醫藥大學的副校長 高雄醫學大學的這個中醫 中藥研究所的這個所長 那個 吳永強 吳永強 請他呢 他本來說 我怎麼寫下去呢 我說你把鬼谷子的第三篇 第三篇的養生 怎麼樣子能夠把 鬼谷子的養生篇的概念 用在現在的中醫藥學上頭 結果他後來 總歸是寫出來了 結果他最後 我覺得他的結論的最後 是引用到了大陸 就叫屠幼幼的 兩年前 得諾貝爾醫學大獎 兩年前是84歲 老太太 我跟黃教授去過挪威的 諾貝爾和平獎 諾貝爾頒獎典禮的會場 我回來跟師傅報告說 師傅我已經去把現場看過了 說你什麼時候再繼續努力得和平獎 我可以陪你去 吳永禪副校長 他就是引述了屠幼幼 屠幼幼是個老太太 他研究的那個孽疾的特別的治療 中國的草藥 他本來人家都認為說 你那個東西好像是怎麼樣子 不夠科學 結果後來他就去請了很多具有科學訓練 實驗條件的人分成好幾組 好幾組把他的這個原來的構想 原來做的都透過他們來幫他驗證 來驗證到最後結果要成功 孽疾就因為這樣子 而把這個世界是疾病的 就把它消除掉 所以他得了這個大獎 我跟師傅講說 人家那樣做 我說師傅你所做的不也是這個樣子嗎 那你就是說我們現在 學術界的朋友 來把圍固子的東西 更加的從學理上來引申 我們中門法獎師們 大家更 我當時留了兩個題目 一個是用意地人天的實證研究 一個就是正道的實證研究 那這個用意地人天 正道不就是我們中門的強項嗎 那這些東西如果說我們能夠 有學理做基礎 而且我們又能夠用科學的驗證的方式 來做研究 那這樣整理出來 不就是跟圖幼幼的 一模一樣嗎 那我們師傅所做的就是因為 我們做了 但是還沒有 像我們得到了學術界的朋友 來幫我們 我們每一集大概都是有二十八篇的左右的文章 那我們現在已經五集 書厚厚重重的 各位如果你要看的話 這裡有 這裡我都已經請他們 都送到各所有的道場裡頭存放著 那我的意思是說 假如剛像楊相所說的 他就讀了以後 他有這麼多的 這麼多的發現 這麼多的心得 蔣教授一樣 我們一百多位的這個教授朋友 他們有他們努力的成果 我們現在如果再接續下來 接棒 我們又能夠呢是在 能夠共襄盛舉 我在我的 在我手邊上的便條紙裡頭 我14號要跟楊校長 還有跟吳校長 一起去山東蒙山 去參加他們大陸的整個 鬼谷研究會的這個重要的會議 他們是被邀請 我就請他們兩位呢 去發表論文 那師父本來要去 但是不能去 那我們原來就是有跟他們的合作 我們在七月份 也在銀門山也同樣的 也有我們的活動 與我們主辦 那我就請他們 包括到大陸的朋友 他們寫的好的文章 也希望能夠放在我們這裡 我們原來有一篇有好幾篇 我們現在法獎師的也有好幾篇 我們第六集 又要在明年的祭祖大典 又要作為祭祖大典的法寶 來作為獻禮 那我們希望說我們大家 都能夠各自從不同的角度裡頭 也來努力 那鬼谷子這本書 你閱讀的話 就學問就越大 那麼閱讀的話 怎麼賺也可以賺得出來 所以我想剛剛他們兩位的報告 我們大家都心領了 我們現在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們繼續有後面的報告 報告完以後 請師傅再做 你們有沒有做筆記 師傅都做筆記耶 我很喜歡蔡琴唱的一首歌 我記得有一年我帶著全家 我們從橫貫公路 住在救國團的活動中心 第二天他們健行隊 要繼續往這邊走 結果他們整隊完以後 唱的一首歌 明天還要繼續 明天還要繼續 只要我們還在 就還要再繼續 所以我們繼續 我們現在請 他們 師教授 師教授 他們很多人 包括我們林副秘書長 林俊維 這個江明祥 江支經長 他們都說 事實上不是他們兩個說而已 是很多人都說 在一般的聚會當中 只要有師教授在 他可以把那個笑話講得讓你笑的 把那個大陸的順口溜 講得讓大陸的人士 那都驚訝 怎麼會 怎麼有那麼順的 他們怎麼都不知道 他們怎麼都沒有聽到過 而且他都可以 還可以整個出書 他的記憶 數字的記憶 你的車子 哪一個車號 他都記得 他那是在 這個 幾十年前的準考證幾號 他到現在都還記得 所以 師教授 他呢 這個也可以說 就是說 你一方面來說記憶好 第二方面呢 是走越多路呢 見識也就越多 所以今天我特別請他 把 從鬼谷文化當中 也是在跟兩岸的這種 文化教育的交流上 是可以怎麼用 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達成他的效果 所以請施教授 請 施教授 提到說這個大陸順口流 那我就先介紹我自己 我在學校吧 在學校服務 那大陸過去 把在學校服務的形容 總是這樣子 在文革的時候 在改革開放之前 在改革開放之前 眼看像個逃爛的 近看像個要犯的 教授與盤論 原來是學校教書的 所以在大陸 這個教書的是 社會地位是很低的 真的是 酒如石蓋 是真的 是過去 湊老酒 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那麼 因為 楊院長要有在 對於兩岸交易文化的一個交流上 回谷子的一些學說的一個應用 那事實上 就我過去在政大 或者在治理基督學院 那都負責 這個兩岸文教交流的一個 實質的活動 大概有 將近二十幾年 到現在 快三十年 那下個月還要到 大陸的這個景岡山跟人大 還有一個學術交流的活動 所以在這方面 我只是 因為 剛才講 教授 他是從 非常高層的層次來談兩岸關係 那我只能從一些細節 文教方面的一個交流 的一點心得 那 看了鬼谷文化 有些原理原則 可以來解釋 或者應用在 兩岸文教交流的一個上面 那兩岸同文同種 就我看了 當然台灣有些人 不認為這樣子 但是各位如果有到過大陸 我就發現 一個是 這個面孔 文字 生活習慣 好像沒有什麼不一樣 沒有什麼不一樣 沒有什麼不一樣 所以 兩岸基本上是同文同種 而且 這個 都 奠基在 中國傳統文化上面 但是因為大陸 中共政權成立以後 他堅持馬列主義 那麼台灣基本上是 實行善民主義 所以這變成是說 這個 形成的同中有益 益中有同的 這種局面 那麼 當然 這種益 如果說 一直擴大 對兩岸的一個融合 是不利的 所以兩岸文教的交流 就有這個必要 至少我知道他是怎麼想 你可以不贊同他 但是要了解他嘛 所以 這個 鬼谷 鬼谷子這一本 這個 巨著 他是從 這個 探索人的一個心理的 特徵 還有心理活動的 規律的基礎上 來論述 一些 這個 建議啦 協商啦 對具體的問題 提出一些 解決的一個辦法 特別是 重視在實踐方面 所以 兩岸 為什麼會有 以前 前三十年 為什麼沒有文教交流 為什麼後四十年 那麼當然 這個交流從 這個 開始是 等於說 這個慢慢的 細水 但是後來發展成為 一個 這個 相當大的一個 這個 頻繁的一個交流活動 那 我就先要 簡單來回顧 兩岸 關係的一個 發展過程 從1949年到現在 正好是 七十年 正好今年七十年 那麼前三十年 基本上 是兩岸互互互往來 而且相互敵對 相互的醜化對方 那麼 在 大陸方面 當然兩岸發生了 這個 這個 古林陀戰役 一江山戰役 那 金門炮戰 那 後來就變成 單打 雙不打 那一直 這個 三十年中間 基本上是 不可能往來 但是 等一下 我會補充一下 雖然表面上 沒有往來 在底下 還是有 傳輪說 有一些所謂的秘石 這個就是 這個鬼谷文化裡面 就是 太極圖裡面 黑白 白中有黑 黑中有白 不是 完全是兩極化的 那這種 小的一個變化 就會帶動 整體的一個發展 所以 這個 前三十年 是完全 沒有交往 那 後四十年 就開始 有往來 就開始有往來 當然 這種 往來 因為 對彼此之間的一些缺乏信任 彼此 沒有這種信任的基礎 所以這個整個 四十年來的一個發展過程 也是齊齊伏伏 不是一帆風順的 是有起伏的 是有起伏的 那麼 兩岸關係 當然是全方面的 包括 政治 經濟 軍事 文化 交易 等等 那 在我個人的看法 其中的關鍵是 政治關係 政治關係的一個發展 會帶動其他 各個領域發展的一個情況 有些時候很順利 有些時候 又是阻礙重重 那麼政治方面 這個領域 政治領域的關係 又跟領導人 兩岸的領導人的一個變化 又有很大的關係 又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這是大概這七十年來 簡單的兩岸的一個發展的一個情況 那我們為什麼到1979年 中共開始改革開放 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 不早也不晚 那主要是因為1976年毛澤東死了 9月9號毛澤東死了 死了以後 當然法國鋒掌權 但是只有大概兩年左右的時間 那鄧小平 這個所謂的改革開放 這個這一派掌權 掌權以後發現 中共前三十年的一個發展 是完全失敗的 那完全失敗你就必須要改 必須要改 所以首先我認為 中共改革開放的一個時機 的原因首先就是 前期他採取 斯大林經濟發展模式的一個失敗 斯大林經濟模式 因為中共政權成立 一成立的時候 就宣佈一邊倒向蘇聯 那很多制度各方面都完全採取蘇聯的模式 所以經濟的發展模式 也是斯大林的 所謂中央指令式的一個 中央集權的一個發展模式 就是社會的生產資料 全部收歸國有 然後由中央制定 經濟計畫 然後要各個部門去推動 底下完全沒有自主的一個能力 所以在這個制度底下 那我就剛才 楊院長說順口溜 我就念一段 在農村是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就像部隊一樣 有排長吹哨子集合 然後帶到田裡面工作 再吹哨子帶回來吃飯 整個作息像軍隊一樣 那當時的前30年的一個情況是什麼 他的頭邊哨子不買帳 二邊哨子升頭旺 三邊哨子慢慢逛 到了田頭旺帶廚 再回家裡逛一趟 第一邊大家不理 第二邊大家看有沒有人去 第三邊就沒有辦法 只能慢慢逛 走了好久 到了田裡面 抱歉我忘記帶廚頭 再回來 再回來逛一趟 所以大家沒有這種生產的意願 這是榮村 那工人在工堂裡面 說一些人沒事做 一些事沒人 一些事沒人做 一些人沒事做 沒事做的人就盯著做事的人 議論做事的人做的事 使做事的人做不成事做不好事 一些沒事做的總是沒事做 一些做事的總有做不完的事 沒事做的人就知事鬧事 使做事的人就不得不做更多的事 其結果就是小事變大事 好事變壞事 簡單的事變成複雜的事 就整天整天亂糟糟 那政府單位呢 事業單位呢 也有這麼一個形容在當時 就八點上班九點到 先喝茶水後看報 三兩知己聊一聊 下班鈴聲叫響聊 換後躺個中午叫 睡後喝茶醒醒腦 電話鈴聲愛人叫 收拾東西去包到 從早到晚瞎胡鬧 整天幹啥天知道 所以整個社會 你說這種情況如果繼續下去 大陸以後會怎麼樣 就不能不改啊 非改不可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中共過去因為跟蘇聯鬧翻了 1950年代末跟蘇聯鬧翻了 鬧翻了以後 好了 蘇聯把專家這個技術什麼 全部都撤回去了 那麼阿澤東提出一個 就是獨立自主 靠兩條腿走路 我不借外面的力量 要自己來發展 所以他們也洋洋自得的 在1964年宣佈說 中國大陸是世界唯一 沒有外在的國家 但是發展的結果又怎麼樣 到最後也是一窮二白 所以就必須要 在1978年鄭小平掌權以後 必須要改 必須要改這個 另外一個 過去中共強調鬥 鬥爭是促進社會發展的唯一動力 我在問中共幹部 牛為什麼要長腳 為什麼要長兩隻腳 就是無非是為了鬥 就是為了鬥 所以在過去文革這一段期間 它是鬥爭是促進社會進步的 唯一的動力 但是時間的結果卻是 並不是這樣子 所以經濟的發展需要一個 安定和平的環境 他們就從過去的經驗 得到了這一個 這是第三個 那第四個 這兩岸關係到1978年 這個時候已經到了谷底 已經到了谷底 打不能打 談也不能談 到了谷底 那麼需要一個反彈 就我們這個 鬼谷文化就提到 這物極必反嘛 就反 所以剛才師傅也大概提了一下 目前兩岸 關係是不是到了谷底 大家去想看看 那谷底 那就有 要反彈的一個時機 可能就到來 我們這個不知道 明天這個可能會比較明朗化 所以兩岸關係需要發展 需要改善 這是第四個 第五個 中共你要改 把過去的放棄了 那以後怎麼要做 沒有答案 所以他必須要出去取經 到外面去取經 首先要什麼 蘭羅金燕 蘭斯拉夫 羅馬尼亞 因為首先跟蘭里鬧翻 去看看他們怎麼做 派留學生到日本 派留學生到歐洲 到美國 但是看來看去 還是台灣的經驗 比較實際 為什麼呢 因為歐美的經驗 就算能成功 但是大家 體質不一樣吧 你吃這個藥可能有效 但是我們體質不一樣 我吃你這個有效的藥 對我不一定是 合適的 所以他們研究的結果 台灣跟大陸差不多 台灣的這個 十大建設 那時候台灣的經濟 東亞四小龍 是最好的時候 台灣今天來 所以 改革開放 就是對外改革 對內改革 對外開放 改革 內部過去的 史大林 這個經濟的 發展模式的 這個 錯誤的地方 開放 開放 就把國門打開 引進外資 來 跟世界接軌 來發展大陸的經濟 兩岸 這個 他要走的模式 基本上是仿造台灣 當然他不便講說 鬥了幾十年了 到最後還要仿造你的面子丟不下 事實上四個特區就是仿造台灣的 這個高雄的加工出口區的一個做法 基本的精神大概是這麼一個 都會想念 那時候 新的歌 可以想念 成了 千万一永远不在见 嘴求彼岸有几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